为什么每天都活的这么累呢 生活的快节奏的我们可能就会想到欧美人每天吃和玩乐 生活过得悠哉悠哉的 反观东亚地区这几个国家 内卷成了逃不开的宿命 中国的996 日本的拼命三郎 但和韩国比起来就是小物见大物 在韩国上学要卷 工作要卷 就连老了也要卷 韩国为什么这么卷呢 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韩国为朝鲜办的南部与朝鲜接壤 国土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5144万人 韩国人多地少资源还匮乏 整个国家就像个公司一样 奉行的狼性文化不卷就会死 内卷程度简直令人责舍 尤其是教育这一方面 中国有3000多所大学 日本也有700多所 而韩国只有200多所 全国50多案的高考考生 来争夺这么几个大学的名额 因为韩国这场竞争压力大 就业门槛也很高 学业就成了就业的一块敲门砖 所以哪怕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 学生不仅要正常上课 还是参加大量的补习班 就算补习费用昂贵的不行 家长也愿意背负城中的负担 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 如果侥幸的从名校毕了业 没有背景的年轻人进入社会 还是要卷 2022年韩国官方数据表明 有近36万的青年人 花了三年多才找到自己第一份工作 原因很简单 韩国财阀当道 中小企业就没活路 这些人就得和背景雄厚的精英 争夺稀缺的大企业岗位 有人可能会说韩国的年轻人这么卷 那老了应该会好一点的吧 事实证明 想得没 在韩国 70岁以上的老人 有30%还得继续工作 韩国人卷成这样 就不会出现问题吗 韩国从小卷到老的疯狂程度 连同样是内卷大国的中国 日本都看得有点目瞪口呆 韩国这股的疯狂内卷的劲 就不怕卷出点什么问题吗 韩国只能无奈地表示 别说了 已经出问题了 但是他们没办法 只能继续卷 韩国沉重的生活和社会压力 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 居高不下的自杀率 和不断下滑的出生率 一个人口才5000万的国家 每年就有十多万人自杀 自杀已经成了韩国人的第一大死因 而且其中20到29的青年人 占了总比例的56.8% 同时 韩国结婚的人也越来越少 更多的人选择了独自生活 这也导致韩国的出生率 直接降到了1%下 连韩国媒体自己都悲观地说 要是再不改变这个状况 韩国就成了第一个自然消亡的国家 高自杀率和低出生率 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无论韩国政府用什么办法 依旧没能改变这样的局面 为什么 因为高压造成心理压力过大 死亡可以说是韩国年轻人 经过深思数量后做出的选择 人的心已经死了 就不是政府几个无关同样的政策 就能够挽回的 而为了能够提高出生率 韩国政府又是给钱又是贴标语 各种催生的广告接踵而至 但韩国人只能无奈地表示 不是我们不想生 而是生了也实在是养不起 韩国有的内卷他们也都清楚 所以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以后也经常这样卷 为什么韩国会卷到这种地步呢 如果要立一个亚洲内卷排行榜 首位的绝对是韩国 因为不卷不行 不卷你连饭都吃不起 如今 韩国65岁以上的老人贫困率 达到了经典的42.3% 辛苦大半辈子 依旧穷的叮当 想了大有人在 想要安享晚年 对于绝大多数的韩国人来说 就是奢望 而这一切也都要说到 韩国激情的产业结构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 韩国人均GDP才几十美元 是旁边朝鲜的三分之一 当时的美国都想偷渡到朝鲜 去过好日子了 但是60年代后 韩国经济飞速发展 到现在GDP都是朝鲜的几十倍 成绩是很惊人 但也出了问题 国内各大产业几乎都被几家财阀垄断 像我们耳熟能详的三星 现代这些大企业啥都做呀 设计的领域也是十分广泛 而且随着这些财阀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财阀也和政府挂上钩 不仅能享受到各种政策红利 而且政府也开始由财阀掌控 那些中小企业根本无法生存 这就给年轻人提供的选择就少了 几十万人就只能挣到几个岗位 辛辛苦苦几十年 结果还是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再加上生活带来的压力 这些年轻人直接摆烂 安兴宅在家里当个妃娃 在韩国从教育资源到就业集会 都属于分配失衡的状态 一个只有极少数人幸福的社会 大部分人只能苟延残喘 那对未来失去信心也是必然的 被迫成了亚洲军王 韩国民众比任何人都期待改变 只不过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只能把玩的在那期待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财的小手 给大家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